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这个深度 两三层楼高 从底下找上来 然后一直挖挖挖挖挖 警方大被周章 还是一无所获 难道是乌龙一场 当初又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警方不敢答应 原来这对夫妻长期没有固定的收入 猫用亲友的资料来办信用卡 倒刷生活用品 后来落网坐牢 好 事情到这里该告一段落了吧 没有想到 社会主要安置小孩的时候 却发现不对啊 拍夯老二的大儿子下落不明 迟迟没有报户口 这个孩子的户籍是在户政事务所 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个小孩 所以我们社工就开始不断去找 找我们比对他的学籍 我们也比对说他有没有打过预防注射 我们也找不到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个状况可能是有困难有问题的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 夫妻俩先是说 因为没有钱生活 所以将孩子送养 但是阿亮说 儿子在教堂送养 太太却说在菜市场送给不认识的夫妻养 夫妻俩的说辞对不拢啊 警方惊觉事情不单纯 进一步追问 那收养的夫妻住哪里 要怎么联络 太太都回答不出来 这一定是心里有鬼嘛 警方决定要从太太这边下手 突破心房 我说你小孩给你盯住 你这个黯淡的无光 我又不跟你怎么 你怎么会惊死 就联合对着我 后来她自己就自觉 骗不了 这位太太坦诚 孩子已经死亡 在2013年 当时七岁大的儿子 因为哭闹 被先生阿亮虐打到死 没有想到 公公也是气势的帮凶之一 原因就在于 老父亲极度的溺爱儿子阿亮 家庭结构早就出了问题 我都没看着 你很难过 这也都没味道 这个口里有听到 我面子 比较轻 比较轻 我们就去听到 现在小孩也聊一会儿 也死 也不知 也死 说起了这对夫妻 阿亮原本在老父亲开的 汽车修理厂帮忙 却好吃懒做 还常常酗酒 老父亲宠爱也不忍苛责 后来气修厂生意不好关门了 阿亮只好偶尔打打零工 那生活呢 全靠太太在饮料店的工作 勉强度日 后来孩子死亡 阿亮和老父亲一起 将小孩的遗体 就丢到旧虎尾系的出海口气湿 廖先生因为怪病 瘫痪卧床 紧忙找到他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否认到底 小孩要死真正也是这样 老头都死去 他阿公现在也是一样 中午也是一样 全身都瘫痪 我就跟他阿公讲 你的小孩 你的孙子已经 拉着你不放了 你还不讲 大海茫茫 加上气失多年 小孩的失海 一直没有找到 不过夫妻俩坦诚犯案 加上老父亲的公词 沙子弃尸的案情 症结到这里 总该结束了吧 这时 原本话少的祖母 突然向警方说 自己很心痛 孙子死了 不过 话风一转 下一句话却让警方 再次的震惊 老奶奶说 儿子阿亮 他不只杀了一个孩子 还有一男一女 也就是孙子孙女 也已经死亡 大批园警在嫌犯云林老家后院 不管是爬上山坡 还是挖出一条小壕沟 台北云林南北奔波 行警们每挖一次 都觉得心痛 怎么会有这种父母 对待自己的小孩 而开挖任务 到第四次后 总算找到出生没多久 就促世的小女婴 嫌犯这时看到遗孩 才跪地坦承 小孩是他杀的 说自己小孩子 要弄掉三个子很少 那你就把他当作是动物人 他的那个浴巾啊 尿布啊都完整 没什么烂掉 骨头都在里面 可是警方想不透的是 根据资料显示 这对夫妻有四个孩子 除了排行老二的长子 遭虐死亡 其他三个孩子都一定安置 怎么会平白多了两个小孩死亡 如果这对夫妻虐杀了三个孩子 是真的 那安置的老三老四 又是谁的孩子 案情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原来这对夫妻 婚后一共生了六个小孩 排行老三和老四 一男一女 都在一岁左右的年纪死亡 之后遭到了弃失 结果就这么刚好 后来生下的老五老六 也就是一男一女 这对夫妻就直接用来 顶替身份掩盖真相 加上长子 这对夫妻连续杀害了三个孩子 太狠心了吧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照这样说起来 那当初这一对夫妻 又是怎么瞒天过海 生下老五老六 又能躲过报户口这一关呢 他就问我们说小孩子 衣服穿好了没有这样而已啊 所以他来你们音乐 根本是待不到24小时 他就很急诊回去啊 除了检查父母身份证 还得提供健保卡登入资料 新生儿出生之后 诊所得到国健署网站登记 而父母亲则是在这之后 要到护证事务所核对 但当天成姓女子属于几产 孩子都快生了 只好先进手术室 资料后补 才会只有登记健保卡 两三点就生了 两三点钟就生了 现在隔天早上 他就赶着出院了 我们当然要通报 要拿他的证件了 对 他拿的证件 我们看核对一下 我们理会就是这样啊 原来太太先是在2010年 用自己的名义 生下老五 却没有报户口 用老五来顶替老三 2013年 因为被通弃 所以改用先生阿亮 他的前妻名义 冒名生下了老六 匆匆生产 又匆匆的离院 一样没有报户口 用老六来顶替老四 随着警方侦破了骇人听闻的 杀子气势案 更多离谱的内容 也一一曝光 这对人血的夫妻 六年内虐杀了三个孩子 最后下场是什么 首先 杀人的部分 法院最后认定 这对夫妻 并没有故意杀害孩子 依照伤害致死罪 将两人分别判刑 九年 还有七年六个月 另外 在遗弃尸体罪的部分 也分别判了六年两个月 以及三年半的徒刑 至于祖父 他知情 而且协助弃尸 因为表示忏悔 加上已经瘫痪在安养院疗养 判刑两年 宣告缓刑五年 这一桩人人悲剧 金氏夫妻再度的双双入狱 协助弃尸的祖父 虽然逃过了坐牢 却因为怪病缠身瘫痪 只能卧病在床 重建看似平常的小孩 没有报户口的案子 因为社会局和警方多一点关心 竟然是连环报 直到这一刻 全案才终于真相大白 对于这起案件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我们在武社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